他流汉 流汉他有什么 他流汉他有钱 他就通过钱来收买 他还不是收买官员 收买这些有权的官员 他的子女 通过他的子女 就可以指挥 这些当地的这些 这些国家机器 所以当街是二人 所以他可以扬言 他要去投地的时候 谁举牌 举一只手 我砍他一只手 结果去竞派的时候 谁也不敢举牌 非常猖狂 就是到这个程度 他不需要直接的收买官员 他收买官员的子女就过来 只要这个官员的子女 他的父亲的权力够大 足够大 他就可以威非走大 这个让人看到 所以我刚才讲的说 惊心动魄 就在这里 真的是很猖狂 对 那么我们的法律 究竟还在不在 我们的当地的老百姓 还能够祈求法律 给他们以公正 给他们以保护吗 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公检法 政府这个国家机器 究竟他们在干什么 是在保护好人 这个惩罚坏人 还是倒过来 所以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惊心动魄 就在于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这个在当地 已经横行了20年 在这个20年里面 居然一直是不断的膨胀 没有中间 没有任何一个机制 没有任何一个 有一个什么办法 任何有约束他 对 可以来限制他 那就是说 如果说他的后台 没有问题的话 他还可以继续横行下去 他现在是 已经是省政协常委 他的这个团伙的成员 有的是人大代表 人大的常委 那么他 他如果假如他 不是出事 他成为全国政协 或者全国人大的代表 我们一点都不会奇怪 是吧 他现在拥有的这个枪支 从哪来呢 据披露的这个情况 是本身就是司法公安部门 这些人给他提供的 所以这次他这个同案审判 里面就三个是公安局的政委 这个公安局的这个处长 还有检察长 这根本来按他交代 他们每个礼拜三个人 都要跟他在一块 在一起混 所以我想呢 这个问题已经他所 这个案件所披露出来的问题 惊心动魄的就在于说 我们不仅仅他这是一个个别人的 他作恶 人品质坏 作恶 然后呢 这个用钱来拉拢腐蚀 这些国家机器的这些人 他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 他事实上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机器 整个这个国家机器里面 这些已经出了问题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整个连锅端了他们 我们也看出了中央的决心 所以您觉得中央在面对这样比较复杂的 这官商勾结的这个问题上 现在这样的做法 您觉得怎么样 对你刚才讲到是这个事情的被披露 20年 猖獗了20年 一路的杀人 一路的这个红 这个不断的这样的 到了今天 这个事情终于披露了 当然所有的老百姓会拍手称号 还有人放鞭炮 还有人放鞭炮 这个是让大坏人心事 但是这也是 也应该说这个背后里面 中央最高的有关部门 应该是下了大决心 能够把这样一层保护伞给打掉本身 它就是说明 现在的党中央确实有这个决心 而且不惜代价 这个问题要打掉 肯定它是多方面的 就是说它一方面是让人大坏人心 那一方面让人燃为群众 也感到非常的困惑 是吧 原来我们的这个共产党里面 这么高层的这个官员里面 我们的国家积极里面 原来有这样一个内容 当然会对党的形象 对政府的形象 乃至对中央其高层的形象 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就是说你要衡量 所以我想中央的 你刚才讲到说中央下了决心 我觉得就这方面来说 不怕把自己最核心的这些人员官员 他的一些丑事抖露出来 暴露出来就让人民群众看 我对你们负责 像这样我们自己最核心的人员 他的家属他们所设计的案件 我都要披露 这就是一个 真的是取信老百姓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你把它悟住 把它包起来 老百姓虽然有的老百姓 像这个四川的这些老百姓 被刘翰所欺负的 他是敢怒不堪言 但是人在做 天在看 你一个执政党面对的13亿的老百姓 天也在看 所以今天能够把这个案件披露出来 尽管会从某种程度来说 让这个共产党的形象 让执政党的形象 让政府的形象会受到损害 但是它让老百姓感到苏醒 让老百姓觉得 这是共产党要重新建立 让老百姓信任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次习近平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反腐反贪这个事情 为什么能够得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舆论的好评支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怕从共产党内部 拿高层来下手 让老百姓看 真正的我们不仅仅打苍蝇 而且打老虎